好,我们现在呢 来介绍两个 不等式 第一个不等式 第一个不等式 它是假设你把两个向量 两个vector component你把它相乘 之后取绝对值 它永远小于等于单独component相乘 OK,永远小于等于这个 想起来也理所当然 我们一切都回到 我们用向量的方式来思考 所以我在这边呢 用向量来画 你就了解意思 假设有个向量叫做v 有个向量叫做w 前面这个是代表v跟w dot dot的意思就是什么 v的大小乘上w大小 再乘上一个cos θ 它们两个当中夹角 cos θ永远小于一啊 它是最大字就是一 所以它这个恨子是永远存在的 对不对 那以我们的眼光来看 那很简单 我的大小 到底意思就是你投影在我上面的大小乘上我 你投影在我上面的大小 只剩下这样 你的这个大小来乘上我的大小 那顶多是这两条相乘 但是它的长度是这样子啊 假设我转下来 它原来的长度是这个样子 那理论上 我这两个的大小乘起来 一定比投影量 再乘上这个大小来得大 所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inequality OK 好 第六个 inequality 叫做什么 triangle inequality 它是说 假设你把两个相乱相加 它的长度永远小于单独 长度相加 这一定的嘛 假设我这边有两个 V再加上W 假设根据相乱的加法 我会得到一个 这个就是我的总统合 V再加上W 对不对 它的大小等于这样子 但是假设这两个平行排列的话呢 它的大小是这么长 绝对比这个长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必讲 你单独的大小 当然是比你加起来的大小还要大 点多就是相等 所以这个inequality也画在这边 OK 所以这个呢 都是很简单的 两个相量和的长啊 一定比个别相量长的和呢 来得小一点 假设到这边都没有问题呢 我们就基本上的一些符号的运作了 什么的都OK了 我们开始来教一个 叫做linear operator linear operator 大家以前应该很常用到嘛 力学里面 你们有学到转 旋转 旋转一个operator 假设我原来有个坐标系统 x y 现在我要让它转一个角度 怎么转 那简单啊 对着Z转 转回去就好啊 对不对 但数学上怎么办呢 因为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xy 我希望把它变成x'y' 这当中是什么 这当中是什么 那简单嘛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这个是x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x'写成 什么的 这样子啊 x再加上什么的y 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那我会把x呢 投影在y x上面 投影下来 那你告诉我 这一段是什么 没有嘛 这个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是不是x 它的x'的长度 不对 这样子是刚好颠倒 好 相反来 相反来 我要把x投影到这边来 我看看 管它算算看吧 我也不晓得怎么算 我们试试看 x'它是不是会等于 这一段 是 是cosθ' 它的大小 假设它的大小也是1 假设大家都是1 所以我通通给它一个宝盖头 OK cosθ'方向在哪边 x 它呢 它是不是这一段 sinθ' y 是不是 x' 它投影在x 它投影在y 是不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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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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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plan 呢 是不是这个样子 它投影 它θ嘛 所以你知道这边也是θ 所以这一段是什么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sinθ 但是因为它是-x -sinθ y呢是cosθ 所以我把上面那个重整一下 答案就跑出来了 cosθ sinθ -sinθ cosθ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有没有算错好不好 这个代表一件事我们是沿着z轴旋转 对不对好 现在呢我请问一下我旋转90度 x轴会变到y轴吗 y轴要变到什么-x轴 对不对 我们来验证一下 ifθ等于90度 ok 那么x轴是什么 1 0 这个才叫x轴 90度 cos90度0 sin90度1 -sin-1 cos0 乘起来变成什么 0 乘1 变0 1乘0 变0 那就变成0 -1 乘上1 变成-1 这不对啊 哪边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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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 是不是因素E就交了 那个什么 大E的这个基础数学 对不对 现在只隔4年而已嘛 应该不会忘掉的 对 来来告诉我一下 这边哪边有问题 为什么 我把x 经过90度转之后 它竟然跑到-y来 为什么 是不是我哪边算错了 巧合书 如果我们再算另外一个 好 这边呢 我先不给你答案 OK 我先算给你看 其中有个会是对的 你回家想想看 为什么 我现在把x投影到上面去 那x是不是要先投影到这边来 所以它会在x'上面一个分量是cosθ 那么另外这一段就是在-y方向 对不对 那我y呢 投影在x上面 因为这边是θ嘛 所以我投影下来的话 这个也是θ 是不是sinθ 那么另外一个呢 cosθ 假设是这样子 假设我这个赤子 理论上应当是由这边来的 那这边是不是cosθ -sin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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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θ 我来做做看 假设90度 10 cos90度0-1 -1 0 转过来 刚好等于01 诶 这样子就对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数学应该这么表达 请你们回家做做看 OK 告诉我一下 假如说你要建构一个旋转的矩阵 三度空间 对着其中一个轴旋转 比如Z轴好了 你的旋转矩阵应该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 假设我这边是X Y Z 我要乘上什么东西 才会变成 X Y Z OK 这底作业请你们回家做 你就是配来配去配去 想想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用矩阵呢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 当你有了这个 Operator的时候呢 比如说 我把这个R Define成这个样子 那么它是转什么角度 Z大角 所以假设我有一个XY的 的向量 它的XY的分量多少 Y的分量多少 不管它 我可以呢 先转Z大角 然后再转个Fy角 然后再转个Fy角 那变成新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旧的坐标 把它转换到新的坐标 比如说 先转Z大角 先转Fy角 它做的任何事情 你只要沉在前面 一路一路下去 就跟着你一起转换过去了 那么这个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方便性 OK 我们就可以用 所以这个部分 请大家回家思考看看 我这边出了什么问题 正确应当是怎么做 OK 那我的建议是说 先不要回去翻 运输液 先不要回去翻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力学 自己做做看 因为只是个坐标系统而已 好不好 做完之后 你就会有感觉 好 第一个 定义 Definition of Linear Operator Omega 来 假设呢 假设呢 我们有个 They should OK Follow The following Rules 假设呢 有个Operator Omega 你作用在一个 V的向量上面 V的Vector上面 这Vector先乘上一个 叫Alpha的数字 它就相当于啊 你把Alpha这个数字 先拿出来 先对它Operate 它可以这样子做 不过这当然嘛 因为Alpha只是一个 系数而已 对不对 另外呢 假设你作用在 另外呢 嗯 我看看 这样子的话 那么 你也可以得到 Alpha提出来 Omega 作用在I 再加上 Beta提出来 Omega 作用在Z OK 同样的一件事情 假设你有 I 一个Alpha 你对Omega 你对Omega 作用 它也相当于 你 Omega Alpha OK 我把这个Alpha提到前面 我可以这样子 好 这些呢 都比较简单 那我们来介绍一个 有些时候我们的 矩阵呢 写起来很辛苦 就像那边那个矩阵一样 那么假如说 我们可以先用简单的 比如说 Example Rotation Operator 假设呢 我们有一个 Operator是 每次都转二分之π 对着哪一个转呢 对着K轴转 好吧 比如说这个呢 我们熟悉的 比如说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Cos Theta Fsi Theta 0 Sai Theta Cos Theta 0 0 0 1 这个 就是Operator 那么 当然了 假设有另外一个 也是这样子定义 它的轴是沿着 I轴当轴 旋转90度角的 Operator OK 那这什么意思 那我们看看 我画一个 X Y Z 现在你是以I做旋转嘛 所以它应当是 这样子转 所以这一转呢 转90度 你知道Y会跑到哪边 Z Z Z会跑到什么 -Y I I呢 I还是I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呢 你一定是怎么样 Operator Y的 作用在 作用在 假设 X呢 就是第一个轴 Y 第二个 Z 第三个向量 作用在第一个向量 它会得到第一个向量 作用在第二个向量 会得到第三个向量 作用在第三个会得到负的第二个向量 这是它的操作方式 OK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刚刚我们说可以这样子乘 这只是一个方便性而已 最重要一个原因是在这边 为什么它们很重要 原因很简单 假如说我们知道它是怎么作用 我只要作用在它的basis上面 之后任何变化我都知道 OK 比如说好吧 if 假设一个Operator 作用在I呢 会变成为I' OK 这是一个Operator Nineal Operator 那么 告诉我们 我这个Operator作用在V呢 整个V 这个向量怎么办 那就相当于这个V 本来是Summation I VI 各个I 对不对 本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一作用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着一件事情 嗯 好吧 从这边开始 我可以把这个怎么样 提出来 是不是 Summation I V Omega 对I的作用 那Omega 对I的作用 就是把它移动到I' OK 也就是说 我只要知道 它对这个坐标系统 基本的做Basic 是怎么操作 我就可以晓得 这个整个真正的向量V 它在不管你怎么旋转 它在相对旋转地方的表示 是应该是怎么样 因为V本身不会变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有它的意义存在 好 我们来看一个example if example 有个V 我们是这样子写的 它是 在第一个走 X走上分量是V1 Y走上的分量是V2 Z走上的分量是V3 然后呢 我们现在执行一个旋转 记住 旋转完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 它是V1 R对1的作用 V2 R对2的作用 V3 R对3的作用 对不对 if R呢 是等于2 2πi 就是这边这个 那我们就晓得 它们把1转到1 2转到3 3转到2 4 那么这个时候 这边这个等号是不是就等于V1 对1 V2 对3 V3 对2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只要对着Basis作用之后 我们就晓得它整个的旋转是怎么样 那就变得很好做 不管任何东西 你只要对着Basis作用 它就跟着转了 OK 这个了不了解我的意思 假如如果你们要了解这个 我建议你们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假设V1 V2 V3有个数值 你在项量上把它画好 然后去进行这个运作 告诉我之后得到的是什么 做个几次你就会了解 你看看吧 假设我原来这个V 就只有1 比如说这个 这是0 就等于没有它 假设这个是2 长度是2 这个也是0 这是不是代表说 我本来有个向量在Y轴上的长度是2 然后我在Z轴对着它旋转 0 是不是跑到这边 这代表什么 因为这边都是0 代表我们本来 有一个向量在这边 抱歉抱歉是Y的 我现在执行X转90度 他就告诉你他一定转来这边 就这样 那就很容易你就可以执行下来 有任何一个 A 你就可以去旋转 你需要去旋转他自己吗 不需要 你只要旋转他的basis就可以 得到 你要得到的这个数字 这个就是Nineal Operator的好用的地方 OK 好 那么Operator Nineal Operator呢 还有一个特性呢 蛮重要的 运作规则 Communitator 它是规定有一个符号 比如说你有两个Operator OK Omega 跟Lambda 大Lambda 都是Operator 当你用了中括号弄起来 就代表 Omega 作用在Lambda上面 剪掉Lambda 作用在Omega上面 OK Equalities 记住 这个是定义 你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这是它规定的符号 下面这个就开始好玩哦 假设呢 你有个很复杂的 你看看这个 这边有三个Operator Omega Lambda 那它会等于什么 它可以写成为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诶 这看起来有点像什么 你知道吗 有一点像那个 那个圈入文 微分的圈入 有没有有点像 假设 稍微拿来计算一下 好不好 就好像 比如说好吧 我 我有个 微分 对着 这两个 函数 微分 它是不是 你把D over DT 当作第一个 后面这两个 当作这两个Operator 那你是不是要等于 第一个不动 V 第二个 再加上第二个不动 V 第一个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个圈入 这个叫 OK 圈入 很像嘛 还有 还有 假设 这个是在前面 它可以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提出来 诶 这个也是一样啊 就看你怎么去刮糊它嘛 这个 好像刮糊在后面两个 这个 好像刮糊在前面 等于说先运作 等于说都是三个 只不过你要怎么去排它而已 你得到结果都很类似 OK 所以这个来看呢 蛮好背的 你要是不晓得应该怎么证明 很简单 你就把它展开来 加加简简 最后就变成它 它的展开 你试试看 OK 意思就是说 你回家玩一玩就可以了 好 inverse 请你记住 operator的inverse 跟我们向量 插掉了 inverse不一样 我们向量那边的inverse vector的inverse 我们说是加法的inverse 你加上你自己的inverse 等于0 对不对 但是它operator里面不是哦 它的inverse是说 我自己乘上我自己的inverse 要等于1 等于unit 或者是颠倒 都可以 OK 这个叫做inverse 所以呢 很好玩的是 假设有两个相乘之后 先做inverse 因为等于单独的inverse 成 然后相乘 弄 弄错掉 要颠倒 有什么特性跟这个一模一样 矩阵 矩阵的特性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要是不懂 然后 请你 要么你就把它背起来 这个就是矩阵的特性 要么你们就回去翻一下 你们最基本的 轻轻轻带速 去看一下矩阵 去看一下矩阵怎么运作 你就会发觉 它确实是这个样子 OK 好 这边运作 各位你们看看 除了这个我用一点矩阵之外 其他我几乎都没有用 用矩阵表示实 那就代表着说 这些就纯粹是概念性的 所以第一章你们在读的时候呢 你可能刚开始觉得很痛苦 因为他只是在讲一个游戏 好像说今天我们上体育课 超烦 OK你们就选择了 要去玩风浪板 比如说你在选的就是要风浪板 就前面两个礼拜 老师都在上面讲解风浪板 怎么操作 告诉我你下水之后 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 早就忘光光了 对不对 摔了摔了个半死 站都站不起来 所以好像类似哪个 但是等你摔过一阵子 再回过头来看老师教的 你发现有道理 有道理 为什么风速度没那么快 结果我跑的速度比风还快 为什么 这很奇怪吧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又可以逆着风走 理论上风要从这边吹出去 冬天风走在那边吹出去 那我们的风浪板 就应该要一出去通通都到厦门去 对不对 都到大陆那边去 不然就是被鲨鱼吃掉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他们还可以开得回来 那你就发觉老师讲的 这套技术就有用 所以你们现在开始搞不清楚 没有关系你就把它当做数学 你好好把它学起来 等要用到再回过头来看 等用到回过头来看 你很快就会理解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开始呢 要用matrix element 跟我们讲linear operator把它配起来 OK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它里面的一些 表示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linear operator呢 我们可以用矩阵形式来表达它 就像那个地方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它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我们要了解它的形状是什么 它的运作是什么 OK我们必须要有所了解 好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呢 是个basis plunk 是另外一个basis 两个都是basis OK 然后我们有个v呢 它是any vector 任何一个向量 任何一个向量 好像以前向量最喜欢教的A向量一样 其中omega呢 linear operator ok 那linear operator是干嘛呢 它就是将i 这个basis 转换到i-plunk的basis OK 它的作用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在这个作用下面呢 我假设我把它作用在v呢 发生什么事情 作用在v 其实我们那边已经算过了 我们晓得v的本身呢 一定是每一 在basis上面的每一个分量 的向量和 就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又继续下来 这个呢 很明显的一件事 可以把omega1移进来 那omegai是干嘛 就转换到i-plunk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 它可以把i转换到i-plunk 也可以把一个向量 从v转换到v-plunk 它可以这样子运作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既然我们这边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我现在 想做一件事情 我想要知道一下 因为这边有两个basis 这两个basis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刚刚一个转30度 或者转90度的 这两个basis的 inner product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new basis new 新的basis 这是原来的basis 我不用i了 我要用j 来表达跟它 可以一样 可以不一样的index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晓得这个i-plunk 是等于omegai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omegai 那一旦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个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 规定的符号 叫做ji ok 所以呢我们 这个是原先 one of original basis 这个是new basis after ofga ok 那么这个呢 就会变成什么东西 the matrix element of omega in the basis ok 好 v-plus 也是可以透过这个 来转换的 对不对 这个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是确认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只要把那边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summation i vi omega vi i-plunk 因为omegai 就等于i-plunk 但是这个等于什么 vi-plunk的 新的 新的 对原来旧的展开来 我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形式 ok 所以呢 好 没关系 我要求的是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会变成什么东西 它跟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这个是新的坐标系统下面 上面 经过旋转之后的 那个向量 这是原来没有旋转之前的向量 这是让你旋转 所以这个等号是告诉我说 假如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在原来没有旋转系统下面的分量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旋转完之后的basis 这个是说 假如说我新的坐标系统 新的 新的这个向量 我也对着原来的把它展开来 那么它会 它只是得到另外一个向量而已 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我有两个向量 一个是V 另外一个是V 我只知道这边转一个角度 那Omega就是让它旋转 That's it 那我 假设这个是原来的 X Y 原来的 那我怎么知道如何让它转到这边过来 我operate在它上面 相当于我operatebasis 让basis转 我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懂我意思吗 OK 但是呢我这个可以用原来的来表示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就想要知道一下 ViPlant 会等于什么 ViPlant 就像在这个 它投影在I上面 所以我只要对它做I投影 新的对I投影 就对了 那么新的呢 跟旧的当中有什么关系 因为就是插了一个 Omega 这个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不就是 V 不就是V Vi 对I吗 是不是 所以呢我这个 这两个可以交换了 对不对 这两个可以交换 交换完之后 ViPlant 会等于 会等于 Submission I Vi Omega I 这个operator 只对后面operator 对前面都没有作用 OK 我抱歉 前面这个是 为了避免符号重复 我把这边改成J 所以一改成J之后呢 你就知道 我只对后面这个作用 所以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是不是变成I Omega Z 它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你告诉我ViPlant是什么 VJ是什么 V的向量在这边 它本来就可以分解成很多个Vi跟I的关系 VPlant向量在这边 它本来就可以分解成很多个VJPlant J 跟那边刚好相反 所以为了跟这边一致 我把这个叫做J 这个叫做I 也就是说 这两个向量 在每一个 在原来坐标系统上面的分量 就是它 就是它 现在因为它们有旋转关系 我只是相当于 加一个旋转的Operator在这个地方而已 OK 好 那那个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们来看一看 假设这边它有很多分量 V1 V2 VN 这是第一个 转换完之后 转换完之后 V1Plant V2Plant VNPlant 中间是什么 中间就是Omega 中间的这个会是 1OmegaE N OmegaN 你看看 这个里面当做OmegaE OmegaE2 OmegaEN Omeg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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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N 对不对 就完全按照我们先前的这个符号 这边的定义识来看 那么 V1 这个会等于什么 这个是等于这一行乘上这一行 这一行 是什么 你看这边1 2 3在改变 就像J在改变 这一行有什么 谁在改变 后面这个在改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OmegaE1 知道吗 1 2 所以这个只是个矩阵层而已 所以就相当于说 这个的分量转换到这个的分量 你可以用 Omega 来转换 也就是Omega不只是转换basis 它也可以就是相当于把你的分量直接转换过去 让你旋转某一个角度 这样子就好 OK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 V' V' 等于OmegaV OK 这样子一来我们就晓得它的形式应当就是个矩阵了 本来我们只是个很简单的一个submission而已 它现在就可以变成一个矩阵 好 请问一下 刚刚讲的Z 这是不是个operator 它应该长的什么样子 这个R的operator 这个R的operator应当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边的方式来看一看 我们把这个看完 把它建构出来 OK 好 好 假设1 代表的就是X轴 2 代表的就是Y轴 3 代表的就是Z轴 对不对 第一个 你把1经过旋转之后还是在1 所以呢 我们把它抄一下 1 就等于你operator之后 会得到这样 那么这个我可不可以写成为 1就是 100 等于一个不晓什么东西 它会得到 100 对不对 所以 这边有数值 重要的是这一行 下面这些呢 乘完之后通通等给0 所以这样要来乘的话 根据以前的话 你这个要1 这边呢 目前看来给它0,0不错 再来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第一 它把2 转换到3 所以这边是3 这边是2 对不对 那么这个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应该是 最下面的 乘上它 所以最下面这个 这边要1 这边要1嘛 所以1 我们也给它一个最简单的形式 再来一个 我们-2 我们把第三个 经过rotation之后 变成到-2 那就相当于-1咯 那这边是3 0,0,1 所以中间这行乘上它 要变成-1 所以一定是0,0-1 所以这样一拼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了解 我们的Omega 就会等于什么 100 0,0-1 0,1,0 这个 就等于我们所熟知的 二排 OK 它就会可以建构出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 矩阵出来 里面有个exercise 有个exercise 1.0 1.6.1 怎么作用的 它给你一个矩阵 0,0,1 1,0,0,0,1,0 请问一下 1.6.1 它问你一件事情 它在干嘛 它在干嘛 你要运作一次 OK 要运作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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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